李宁是中国最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之子 被称为体操王子 她职业生涯金牌的数量达到了100枚 特别是1982年世界杯 李宁包揽了六项世界冠军 风光无限 随后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 李宁再次爆发 夺得了三斤两银一同的奥人成绩 除了运动员生涯十分辉煌 李宁在退役之后 创建了自己的体育品牌 经过长期的经营和拓展 如今的李宁已经成为了一个知名的国民运动品牌 而她个人也因此积累了百亿资产 如今的李宁59岁满头白发 可见平时公司的各项事物 仍然让她老心被神 不过她的妻子陈永延却保养得非常好 尽管比李宁还大一岁 但六十岁的陈永延仍然美丽动人 风韵犹存 陈永延和李宁生了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都继承了父母的胭脂优点 二十三岁的儿子李小林阳光帅气 女儿也是甜美可爱 不得不说李宁真是人生赢家 不愧是中国最成功的运动员 那么对于李宁这位体操王子 你有什么评价 他会说定呢 And I'll be the best